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我快要死了,不是因为生病,也不是阳寿将近。 我们这样命如蝼蚁般轻贱的人是没有这样的福气的。 我被太监压到了老皇帝面前,他自龙椅上缓慢抬头,目光自上而下地缓慢打量着我。 过了两久,似乎是不太相信地问身边的大太监,这,这就是贵妃宫里的大丫鬟。 陛下,就是他。 大太监也颇为嫌弃地看了我一眼,随后在皇帝耳边提醒他, 陛下您忘了,这人还曾经沐浴天恩,您将封他为蓝贵人呢。 老皇帝还是不太相信,自言自语道,怎么老成这个样子,还是个哑巴。 我直接笑出了声,皇帝想天下之痒,也免不了生老病死,何况我们这种生斗小民呢? 哑巴,尊贵的皇帝陛下已经忘了我为什么会变成哑巴。 我的笑声招扎难听,将皇帝吓了一跳。 大胆,陛下遇前,竟然失疑。 大太监扶尘一甩,就要令人掌嘴。 可皇帝却拦住了他,此人是我与贵妃重逢的有功之人, 朕不能罚他,还要多封些赏银给他的家人。 陛下可真是仁慈啊,有您这样的君主,真是天下人之幸事。 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放声大笑,发出嗡哑嗡哑的声音。 果真是仁慈之君。 下一刻,我被人拖着绑在了高高的祭台之上,周围摆满了火把。 一群穿着道袍的道士们将祭台团团围住,脚下跳着诡异的舞步, 口中唱着我听不懂的歌谣。 这位仁慈的君主要以活人祭祀。 而祭祀的目的并不是为民祈福, 只是为了他的私欲,将死去多年的贵妃临世的魂魄招来与他相会。 想出这种残忍逐意的人是一个游方道士, 此刻他正闭目作法。 似乎是感受到我的目光, 他睁开眼睛看向我, 目光中掺杂着怜悯。 陛下还请将他给迷婚过去, 否则一旦开始作法, 他必定痛哭哀嚎, 惊了贵妃,可就不妙了。 老皇帝也点了点头, 爱卿说得有理, 大太监领命就要去取迷药, 又被那道士拦住。 陛下,凡间的迷药怕是不妥。 那,他从宽大的道袍中取出一个小瓷瓶, 瓶道早已备好了, 如此甚好。 王座之上, 老皇帝已经等不及了, 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不住地望向祭台的方向。 贵妃会愿意见朕吗? 陛下,您就放心吧。 这老妇人是贵妃的陪嫁丫鬟, 和娘娘羁绊最深, 用她的血引路, 贵妃娘娘一定会来见您的。 老皇帝还是有些担忧, 贵妃不会怪朕吧? 不会的不会的, 当年的事情您也是身不由己, 您顾念旧情, 并没有赐死贵妃, 使娘娘自己总之, 贵妃娘娘见了您, 不知会有多开心呢? 老皇帝被说得心动了, 心情也好起来, 那再去封些赏钱给他的家人吧, 别让百姓议论, 说朕残暴无情。 老太监领命去了, 几个小道士走上前来, 掰开我的嘴, 竟真的要将迷药灌进我嘴里。 我惊了, 在我与那道士的密谋中, 没有谈到过迷药这一桥段, 他怎么背着我私自加戏? 事到如此, 在反悔似乎是有些晚了。 迷药入口, 我陷入了一段似真或假的梦境, 时间太过久远, 我一时分不清这是我的记忆, 还是我的幻想, 却身不由己地坐着梦中的一切。 梦中, 老皇帝还没有那么老, 我也没有那么老, 似乎还身处宫中, 一会儿是蓝贵人, 一会儿是蓝厅姑姑。 哟, 这不是蓝贵人吗? 怎么主子娘娘还穿着奴才的衣服? 还跪在这六棱石子路上受罚。 另一个小宫女娇笑连连, 笑够了, 又捂着嘴装作惊讶道, 姐姐好糊涂, 现下宫里哪里还有什么蓝贵人。 当心被陛下听到, 致姐姐一个大不敬之罪, 烈日灼心, 不用掀开裙脚, 我也知道自己的膝盖大抵是一片无情。 我暗自低笑, 只是几个月的养尊处优, 便受不得这般折腾了。 就在我以为自己会昏倒时, 两人肆无忌惮地嘲笑传入耳中。 可我的内心已无丝毫波澜, 更没有反驳。 他们也不过是看主子的脸色形式罢了, 就像我从前看贵妃的脸色形式一样。 我呸, 真是下贱皮子, 还不肯救死, 是想着哪天皇帝想起她那狐妹子功夫来, 再把她抬成主子吗? 就是, 陛下什么样的美人没有见过, 从前的贵妃, 如今的臣妃, 个个都是国色天香, 怎么会被一个低贱的奴婢所迷惑? 我抬起头, 看着小宫女娇嫩的面容, 真好啊, 那么年轻, 那么娇艳。 可是, 在宫里是容不下蠢货的。 跟在贵妃身边多年, 皇帝的遗仗来时, 那声音, 我太熟悉不过了。 我低着头不说话, 只是贵得愈发恭敬。 两人见我如同丧家之犬, 言辞越发激烈。 这样的东西, 也能爬上龙榻, 真是脏了养心殿的床铺。 大胆, 竟然私下议论陛下, 皇帝身边的大太监, 李荣一甩扶尘, 指着两个胆大包天的宫女, 吏声怒吓。 两人吓得魂飞魄散,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拉下去, 杖则三十, 赶出宫去。 明华宫前恢复了安静, 皇帝这才从教脸上 缓步而下。 你是从前贵妃宫里的丫头, 叫兰兰。 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 似乎陷入了某种回忆, 可贵妃死了也不过两个月。 奴婢难听, 是了, 是了, 难听, 如今你已是陈飞宫里的人, 可要好生伺候, 不许让陈飞烦心。 她叮嘱一句, 转身进了正殿, 不一会儿, 明华宫内传出陈飞的娇笑声。 可贵妃死了也不过两个月, 说起来, 我能当几个月的主子, 也是受了贵妃的恩惠。 贵妃死了之后, 妃子们把对她的恨意 都发泄在我身上, 任由他们的奴婢欺我如我。 有人问我, 为什么没有跟着贵妃去? 毕竟, 贵妃生前仗着受宠, 在宫里树敌颇多, 如今大煞轻腿, 她死了, 她生前的陪嫁丫鬟 能得着什么好。 我早该料到有今日的, 我当然料到了, 可是我怕死, 正如我娘说的那样, 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句话被我奉为真理, 那年冬天, 饥寒交迫之下, 我几乎要死了。 贵妃如同天女降临, 将我捡了回去, 我过了十多年不用为吃饭发愁的日子, 后来甚至在贵妃的举荐下成了皇帝的贵人。 贵妃倒台后, 我以为自己也要跟着她去了, 可皇帝敬鬼使出神差地心软了, 留下了我, 只是贬回奴婢, 好歹留住了命。 我更加确信, 我娘说的没错, 好死不如赖活着。 于是我规规矩矩地跪在长街上, 等着臣妃娘娘消气。 臣妃娘娘说, 只要我愿意说一句临世罪该万死, 便可饶恕我。 我低下头, 不愿诋毁贵妃。 奴婢不敢以下犯上, 还请娘娘恕罪。 说到底, 临世盗死皇帝也没有废除她贵妃的位分, 终究是压了臣妃娘娘一头。 臣妃似乎也想到了这一点, 冷笑一声, 转身离去。 本宫倒要看看, 你这贱奴能忠心到什么时候? 宫里人人都说贵妃嚣张跋扈, 恃宠而骄, 坏事做尽。 可贵妃生前待我极好。 宫里人人都知道, 贵妃宫里的蓝厅姑姑最是得脸。 吃穿用度比一些主子娘娘都要好, 走到哪里都有人巴结奉承。 人人都可以对贵妃的死拍手称快, 唯独我不行。 我还知道贵妃进宫之前再善良不过。 在街上看到快要饿死的人, 她会将他们带回林府, 给他们一个迎圣。 我就是这样被她带了回去。 林府有个少爷, 长得纯红齿白, 总喜欢拿着一卷书 以在窗边凝眉深思。 我远远地看见过一次, 一度以为那是贵妃的孪生姐妹。 少爷的脾气也很好, 从不打骂下人。 老将军骂他没有出息, 一点也不像将门之子。 为了培养少爷的血性, 老将军将买来的奴隶放到树林里, 让少爷拿剑去射。 少爷哭了, 他痛苦极了, 也被这样疯狂的场面吓到。 他一边哭, 一边在口中念叨着他 读过的那些圣贤书, 企图从中得到安慰。 扫地怕伤蝼蚁命, 爱惜飞蛾杀赵灯, 圣人连蝼蚁和飞蛾的命尚且怜惜, 何况那些活生生的人呢? 你这个混账东西, 老子怎么生了你这个窝闹费? 我看你还是趁早剃了头, 当和尚去吧。 老将军将少爷痛骂一顿, 还给少爷取了个混号, 叫白面和尚。 这是传开了。 奴隶们非但没有感激少爷, 反而暗地里笑话他的妇人之人。 老将军说了, 谁能从少爷的剑下逃脱, 便赏白银一百两。 谁都知道少爷的剑术并不好, 都存了心思想要这一百两的赏银。 可少爷还是怕伤到他们, 一支剑也没有舍。 我觉得稀奇, 很想见见这位天真懵懂的少爷, 便偷偷看了两眼, 却被老夫人以为存了不干净的心思, 要被杖则三十, 找了人牙子发卖了。 幸好这个时候, 宫里的旨意来了。 林家小姐被封为贵妃, 不日就要进宫去了。 她是善良的, 不忍见我被发卖, 便借口说喜欢我煮的糖水, 要将我带进宫中。 老夫人心疼小姐, 这一进宫门身四海, 以后再想母女相见, 无异于痴人说梦。 于是, 她对小姐的要求无有不应, 带一个小小婢女算什么? 这也是贵妃第二次救了我的性命。 我随着贵妃进了宫, 看着她得宠, 怀孕又小产。 幸好贵妃的父亲老将军得利, 有母家助力, 就在我以为贵妃会一直得宠时。 一日正午, 皇帝在金鸿宫陪贵妃用膳时 赞了我一句手若柔疑, 夫若宁之。 皇帝多情的桃花眼, 笑嘻嘻地, 看向我的眼神, 似有深意。 我吓了一跳, 连忙跪下, 贵妃最容不下自己宫里的人 在她眼皮子底下勾引皇帝, 虽然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贵妃还是动了大气, 因为这天正是贵妃第二个孩子的生计, 可皇帝似乎不记得了, 还笑嘻嘻夸赞起一个小宫女。 贵妃生了气, 将手中银柱赌气似的扔在了桌子上。 皇帝没有像以前那样来哄, 她呼得沉下脸来, 不耐烦道, 贵妃, 你放肆了, 这段时日不必侍寝了, 在宫里念经静静心最相宜。 她拂袖而去, 并未说明这段时日是多久, 那便全看皇帝的心意了。 贵妃向来善妒, 皇帝走后, 我吓坏了, 不愿因为皇帝让贵妃伤心,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说自己并无攀附龙恩的意图。 按照贵妃以前的性子, 谁得了皇帝的青眼, 她早把人拖下去, 乱棍打死了。 可今天, 贵妃只是一个人, 默默坐了许久。 随着两行青泪落下, 她终于开口了, 蓝厅, 你愿出宫, 还是愿侍奉皇上? 你若是想要出宫, 本宫今日就回了皇后, 说你暴毙而亡, 再命人将你偷偷运出宫去。 你若是想要和本宫一样, 侍奉皇帝本宫也可以为你安排。 我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说什么。 以前的贵妃是多么的娇艳明媚, 性子又张扬, 宫里的嫔妃那么多, 只有她敢和皇帝纵马比赛, 皇帝输了还开怀大笑。 圣赞她和其他世家女子不一样, 如今却像跨着个泪罐子。 皇帝在很长一段时间 给了贵妃独一无二的宠爱, 就连居住的宫殿 也是仅次于皇后的金鸿宫。 可在这深宫里尽饮酒了, 再不一样的女子 也被磨平了棱角。 她的眼角爬上了戏纹, 青春不在, 接连失了两个孩子之后, 贵妃的性子也越发乖张。 几度失宠覆宠, 就连母家临侍也不如以前 受皇帝倚重。 我很想出宫, 可我也知道 如今的贵妃金妃昔比, 正是用人之计。 此日, 贵妃带着精心装扮, 一番地我进了养心殿。 皇帝身边的小得子 见是贵妃来了, 忙不迭地迎来上来, 贵妃娘娘, 陛下让您静修, 您怎么来养心殿了? 陛下正在与大臣议事, 可不得空见您。 本宫知道皇上忙于朝政, 不敢打扰, 特意置了一碗金丝燕窝来, 献给皇上。 小得子这才注意到 贵妃身后低眉顺眼, 却穿着艳丽的我, 她脸上的笑越发深了, 声音也格外刺耳。 哟, 贵妃娘娘有心了。 那蓝厅姑娘就随奴才进去吧。 贵妃含笑点头, 有劳公公。 店门在我身后缓缓合上, 地上的阳光越来越窄, 变成一条细线, 直至消失不见。 店内陷入一片黑暗, 贵妃为了让我安心, 特意修书一封, 让林府削了弟弟的奴级, 放他出府。 只是没想到, 不久后, 林府获罪, 满门抄斩, 弟弟却因为贵妃一时的善念 逃出一条命来。 如此, 我又欠了贵妃一条命。 那日之后, 皇帝又来金红宫用善了。 但贵妃却没有那么开心, 他明媚的脸上满是皮色, 眼下的乌青尤为明显, 再多的脂粉都盖不住。 皇帝并不在意, 他尝了一口小厨房里 新腌制的小咸菜, 吃惯了山珍海味的皇帝 颇为满意。 我站在一旁侍奉, 为两人布菜, 我就像皇帝口中的小咸菜。 贵妃啊, 还是你最懂真的心意, 毕竟是你宫里出来的人, 朕须后代, 就封他为蓝贵人吧。 贵妃身形微动, 不知是惊喜还是难过。 谢陛下恩典, 贵妃赴身行礼, 我鬼使神差, 抬头看了皇帝一眼, 却只看到他眼底 鸡翘的笑意。 幸好他只注意着贵妃, 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失礼。 皇帝好像很喜欢我。 他每每写在贵妃宫里, 都要我过去陪侍, 皇帝对林家的不满, 也淡了不少。 可贵妃还是一副 忧心忡忡的样子。 贵妃入宫多年, 祸宠多年, 早被人恨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宫里一个知心人也没有, 唯一的好友梅嫔 还成了害死自己孩子的仇人。 现在, 她有什么心事 却也只能和我倾诉。 蓝厅, 你说皇上怎么变了? 她以前说过, 满宫里的女人 她最喜欢本宫了, 可现在, 我怎么觉得皇上的笑 让人琢磨不透呢? 我握着白玉的扇饼 给她打扇, 明明是三伏天, 我却觉得那玉凉到心里, 面上也只能 摆出一副谦顺的模样, 宽慰贵妃, 娘娘担心什么? 左右有林大将军在, 皇上无论如何 也不会恼了娘娘。 对, 对, 贵妃像是找到了主心谷, 跌跌平定西北, 战功赫赫, 皇上不会恼了我的, 不会的。 她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像是在说服自己。 本宫的两个孩子 若是还在就好了。 她躺在榻上, 紧紧拥着身上的锦背, 两行青泪滑落在 苏绣面堤枕头上。 贵妃师过两个孩子, 都是皇子。 或许, 如果贵妃生的是个公主, 大概结局会不一样吧。 四皇子已经会走路了。 贵妃看得跟眼珠子一样, 恨不得时时放在眼前, 可皇上觉得贵妃太过于溺爱四皇子, 这样下去南城大气, 便将她送去寿康宫给太妃教养。 一天的午后, 四皇子被宫人发现 溺毙在荷花池中。 一年后, 贵妃又有了六皇子, 可她没等到平安降生, 便被一个发了疯的贫妃 撞到在宫道上。 贵妃去给皇后请安, 那贫妃突然冲了出来, 不偏不倚撞到了贵妃。 那人正是皇上前几日封的梅嫔, 还是贵妃的闺中好友, 她被人拖走前狂笑不止, 快跑吧。 吃人了?吃人了? 很快有侍卫追了上来, 她被人捂住嘴巴 像野狗一样拖走了, 只留下公道上一道蜿蜒的血痕, 像一条吐着杏子的毒蛇。 后来, 林将军在前朝军功不断, 贵妃圣宠不衰, 却再也没有过孩子。 皇帝最近恼了林将军, 又几日不肯进京洪宫, 这让贵妃很是心骄。 她便命我去吹枕头风, 谁知我刚试探着提到林将军, 便被皇帝打断, 贵妃选你, 是来侍奉阵, 还是为他邻家禁言。 我附身下跪, 臣妾之罪, 臣妾是来侍奉陛下的。 皇帝靠在踏上, 颇为感慨道, 贵妃善度, 金洪宫里连个容貌清秀的宫女都容不下。 如今终究是肯了, 她和这后宫中的女子也没什么两样了, 一味只会讨阵的欢心。 她用脚踢跪在地上的我, 你更是如此, 死板无趣。 滚吧。 她不耐烦地摆摆手, 我连忙退出养心殿, 李一早已被汗水浸湿。 养心殿外, 新风的陈妃已经在后着了。 她伸手抚了抚云病, 语气轻快, 蓝贵人是贵妃娘娘宫里的人, 自然前途无量, 只是须得记得, 富贵来得容易, 去得也容易, 可要当心了。 路过我时, 陈妃露出一个娇艳的笑容。 我一时有些慌神, 她的笑容明媚娇艳, 和年轻时的贵妃真是如出一辙。 我回了金鸿宫, 贵妃并没有因为我办事不利, 而责罚于我。 因为宫外来了一封家书, 贵妃看完就病倒了。 她醒来要求见皇上, 说有一件事, 要亲自向皇帝求证。 可皇上日日宿在陈妃宫里, 宴饮赏乐, 并不肯见她。 半个月后, 朝臣们列出了林将军侵占田地, 滥杀无辜, 蔑氏黄恩等数十条大罪, 渐渐当诛。 连带着贵妃也被禁足在宫中。 往日热闹的金鸿宫 一下子安静下来。 林将军被问斩那日, 贵妃在养心殿前处住而亡。 她在养心殿外跪了两个时辰。 额头已经渗出血, 哭得声嘶力竭, 殿内却传出悠扬的丝竹之声, 和贵妃的哭声混杂在一起, 有种诡异的悲凉。 我这样天天做粗活的丫鬟 都受不住了这样的鼠热, 只能尽力给她遮阳, 可贵妃依旧不肯走。 直到五十三刻的钟声一响, 一切都化为五门前青砖地上的一滩鲜血。 一个盘根错节的百年世家倒台了, 小太监面无表情地出来的传旨。 贵妃娘娘回去吧, 皇上说了, 只降了您的位分, 不会迁怒于您。 皇上带您是有几分真心的, 您可得谢恩啊。 贵妃亮呛着爬起来, 目光空洞, 嘴里念叨着, 错付了, 终究是错付了。 她突然仰天大笑,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从未见过如此失态的贵妃, 急忙担忧地扶住她。 娘娘, 您得爱惜身子, 以带来日啊。 贵妃没听到一般, 癫狂大笑。 沙子之人, 何来得真心? 何来得真心? 她目光绝绝, 一头撞向养心殿前的柱子。 砰! 我阻挡不及, 在惊呼声中, 温热的鲜血直溅到我脸上。 皇帝此刻还躺在美人怀里, 听到贵妃处住, 只是淡淡地笑了一声, 转头接住美人送来的葡萄。 找人医好她的伤, 让她回宫里好生反省, 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 小太监的腿抖得不成样子, 普通跪在地上, 贵妃娘娘, 贵妃娘娘, 她已经去了。 什么? 她猛然从美人身上爬起来, 一脚踹向小太监的心窝, 狗奴才, 怎么不拦住贵妃? 皇帝大怒, 追查禁足的贵妃如何走出了金鸿宫, 谁又将林家今日问斩的消息告知贵妃的。 可查来查去查到了皇帝的心宠陈妃头上。 听到陈妃的名字, 皇帝顿了顿, 最终什么也没说, 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可怜贵妃爱了皇帝一辈子, 为她生育两个皇子, 最后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贵妃头七那天, 金鸿宫里连个人影也没有, 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在贵妃林前。 就像我七岁那年, 孤独地跪在雪地里。 明明现在没有下雪, 却和那年一样冷。 贵妃明明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哎, 为什么死的不能是皇帝呢? 这个念头一起, 我被自己吓了一跳, 这可是杀头的罪过呀。 那时的我还没意识到, 后来我所做的事, 比这样严重得多。 贵妃死后, 皇帝顾念旧情, 没有处置我。 于是我又成了宫女。 被臣妃要了去伺候。 我失了事, 又被贬为最低贱的宫女, 宫里向来是看人下菜叠的。 这些年贵妃给的赏赐的值钱的东西, 都被宫人哄抢一空。 我默然看着这一切, 只是紧紧抱住了随身的一个小包袱。 里面除了有几件换洗衣服, 还有一封贵妃的家信, 以及几包没有人要的快要发霉的花种。 我能留住的关于贵妃的东西, 也只有这一封家书了。 我背着她来到了陈妃的明华宫前, 想了想, 还是将头上粘的白花摘掉, 偷偷别在了包袱里。 陈妃看着跪在她脚下的我, 趾高气扬。 怎么? 你不是临时的陪嫁吗? 竟然没有训主。 我低垂着头, 奴婢进了宫就是皇上的奴婢, 不敢私自寻死。 陈妃冷笑一声, 如此不忠的奴才, 怎配在正殿伺候? 大发她去后院做粗活吧。 陈妃脾气古怪, 经常叫我过去搓磨, 或让我讲一些 贵妃在龟中的旧事与她听, 尤其要听贵妃与家中 双亲相处的微末小事。 若是听到林家和和睦睦, 她便不时地冷笑。 这一笑, 便让我无端想起贵妃, 她年轻时的笑也是这样巨傲。 看着陈妃的笑容, 我的脑海里 不合时宜地想起一段旧事。 曾有人送给林将军 一个罪臣之女, 将军和她有了孩子, 一直藏在教方寺。 林夫人还为此大闹过一场。 这件事被阎官知晓了, 林将军怕被弹劾, 便派人将母子二人给杀了。 见我久久出神, 陈妃投来一个伶俐的眼神。 真不知你的主子如何教你的, 在本宫面前答话, 也敢这样出神。 她指着门口, 去明华宫前跪着。 林家没有教诲你的规矩, 本宫来教。 这样的事情, 我早就习以为常。 陈妃的脾气 只要一提到林家, 就会莫名其妙地暴躁起来。 我跪了一上午, 正巧, 皇帝来明华宫用午膳。 正有两个小宫女, 不知死活的妄议皇帝私事。 我呸, 真是下贱皮子, 还不肯救死, 是想着哪天皇帝想起 她那狐媚子功夫来, 再把她抬成主子吗? 就是, 陛下什么样的美人没有见过, 从前的贵妃, 如今的臣妃, 个个都是国色天香, 怎么会被一个低贱的奴婢所迷惑? 这样的东西也能爬上龙榻, 真是脏了养心殿的床铺。 听着御驾来时的声音, 我没有提醒这两个小宫女。 宫里是容不下蠢货的, 她们很快被打发了, 路面被打扫干净。 皇帝才吓了教练, 她驻足, 你是从前贵妃宫里的丫头, 叫兰兰, 奴婢兰听, 是了, 是了, 兰听, 她点点头, 目光幽远, 像是陷入了某段回忆。 如今你已是陈妃宫里的人, 可要好生伺候, 不许让陈妃烦心。 她嘱咐了一句, 便进了正殿。 陈妃打扮得娇花一般站在那里, 皇帝也很是受用, 今天是中秋团圆的大日子, 朕可是一大早撇下皇后来看你的, 可准备了什么新鲜玩意儿吗? 陈妃娇笑着附在她耳边说了什么, 皇帝很是开怀, 皇帝一直带到午后才走, 陈妃又将我叫到正殿。 她像是刚刚沐浴完, 一头青丝湿漉漉的, 此刻正柔弱无骨地携椅在榻上, 纤细地指尖把玩着一缕青丝。 蓝厅, 你跟本宫说说, 之前你在陵府当差时, 中秋节都是怎么过的? 回娘娘, 过节时, 府里比平时更忙, 奴婢和往常一样, 伺候主子们, 主子们高兴了会多给些赏钱。 我低着头苦笑, 陈妃想知道的, 明明是贵妃一家如何过节。 听到林老将军每年都会给家人准备礼物, 在外征战也会记挂着写信回来时, 陈妃的脸色僵硬了一瞬。 是这样啊? 她沉默着白白手, 让我退了出去。 很长一段时间, 陈妃都没有再戳磨我, 任由我在她的明华宫里自生自灭。 我曾是贵妃宫里最得脸的大宫女, 又曾是皇帝的妃子, 现在又和她们一样当起了宫女。 不少人看笑话, 可我只是低着头做自己的事, 时间一久, 她们也觉得无趣, 也不再搭理我。 时间匆匆而过, 蓝山花开了一茶又一茶, 我一朵也没有浪费, 全都摘了下来保存完好。 大家似乎忘了宫里有过一位贵妃, 更别提她的丫鬟了。 后宫里开败了一批枯萎的花, 便会有新的补上。 皇帝又选秀女了。 新来的香瓶若柳浮风, 我见有脸, 晚贵人温婉可人, 气质端庄, 惠妃天资聪颖, 古灵精怪, 外邦送来的香妃天生一香, 涉人心魄。 皇帝今日被惠妃的纸鸢绊住了脚, 明日又被香妃的体香熏昏了头, 不是现在晚贵人的温柔香里, 就是沉迷于香瓶的撒娇撒吃中。 陈妃在一众心人里面难免失忆, 脾气也愈发暴躁, 这样一来, 她便更像从前的贵妃了。 陈妃想尽法子争宠, 明华宫的后院很是安静, 陈妃请了舞姬教她跳舞, 她养尊处优多年。 早已没了原先的轻盈舞姿, 只能更加刻苦练习。 陈妃娘娘只练习一支舞, 叫做凤兰仪。 这是从前林贵妃最常跳的一支舞, 我早已见过多次。 陈妃累了, 勾勾手指让我上前答话, 蓝听, 本宫这支舞, 比起从前的贵妃如何? 我如实回答, 娘娘一舞惊鸿, 跳得极好。 提起贵妃, 我忽然心中一动, 又补充道, 娘娘的舞姿极美, 只是这舞衣有些不配, 从前皇上赏过贵妃娘娘一件舞衣, 艳丽如霞, 薄如蝉, 若是。 呵, 她冷笑一声, 分明有些心动, 面上还是强硬道, 就算没有那舞衣, 本宫也一定会胜过她的。 我低着头不再言语, 内心清楚地知道, 她一定会穿贵妃的舞衣, 这是她唯一可以再获圣宠的方法, 她一定会竭尽全力。 我也在暗中祈祷, 陈妃娘娘一定要在宫宴上大放异彩, 一定要再得圣宠。 一定。 终于到了宫宴那日, 我无比紧张地捏着裙摆, 激动地浑身颤抖, 牙齿也打着颤, 几乎要晕厥过去。 成败在此一举, 蓝厅, 你生病了吗? 还是回去休息吧, 在这种场合失宜, 是要掉脑袋的。 这是陈妃娘娘身边的掌饰姑姑霞光, 主子父宠的关键时刻, 她也无比紧张, 容不得丝毫差错。 姑姑, 我怕是吃坏了肚子。 她皱着眉, 不耐烦道, 这里没你的事了, 快回去吧, 若是经了贵人, 有你的好果子吃。 是, 奴婢告退。 我捂住肚子, 匆匆退下铜花台时, 丝竹之声正悠扬月儿。 陈妃娘娘入场了, 我不着痕迹地退出了铜花台, 只是我还没走回宫里, 便听说宫宴上出了大事。 刚刚还欢乐祥和的气氛, 瞬间变得紧张, 宫女太监们低着头赶路, 只有胆子大的还在讨论刚刚发生的一切。 出大事了, 这宫里怕是又要变天了。 这谁能想到呢? 陛下一向宠爱陈妃娘娘的呀, 谁能想到她竟然做出这种事情呢? 我的呼吸一致, 那一刻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 皇帝, 驾崩了吗? 宫女和太监们只慌乱了一瞬, 又有条不紊地忙着手中的事, 看起来也不像。 我跟着几位宫女偷听她们的谈话。 原来, 刚刚的宫宴上, 陈妃娘娘穿着一条华丽无比的裙子, 在童花台上跳舞。 舞姿优美, 一群流光溢彩, 陈妃娘娘更是明艳不可方物。 寄精四座, 抢尽了风头, 多少妃子手里的帕子都要捏皱了。 一舞臂, 满唐经。 就在大家以为陈妃会马上赴宠时, 皇帝忽然从恍惚中醒了过来, 动了大怒。 她命人扒了陈妃身上的舞衣, 将她送回宫中, 又进了她的族。 果然, 陈妃娘娘动了那件舞衣。 那件舞衣是从前林贵妃的东西, 她与皇帝情深爱农时, 皇帝下令让内务府专门制给她的。 五十名绣娘绣了半年, 使了无数种丝线, 才得这么一件。 我那天只是顺嘴提了一句那件舞衣光滑耀眼, 天下无双, 陈妃便悄悄让人从金红宫里将她翻了出来。 她想要以此邀宠。 我的本意也是想要帮她赴宠, 毕竟只有陈妃得宠, 我才能接近皇帝, 却没想到弄巧成拙。 皇帝动了大怒, 陈妃穿着中衣被送回了明华宫。 我扼腕叹息, 内心不知道是失望还是什么。 可惜了, 我涂在舞衣上的蓝山花之水。 贵妃在时说过, 金红宫里断断不可种植蓝山花, 只因为这种花的汁水和皇帝身上的龙咸香相克, 蓝山花少见, 而且大量的蓝山花汁水与龙咸香混合才会见效, 所以宫里没人把它当回事。 只有贵妃爱极了这个男人, 才会如此小心翼翼为他着想。 那件舞衣上的蓝山花汁水是我精心提存的, 若是当晚皇帝召陈妃侍寝, 那么二者相克, 皇帝一定会死。 可惜让他逃过一劫。 明华宫里, 陈妃呆坐在地上。 为什么? 皇上睡梦时, 不是经常唤我画画吗? 现在我已经是画画了呀, 皇上为什么还不喜欢我? 自言自语良久后, 陈妃轻轻地扶在床榻上, 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 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 在白色的中衣上蕴染成片。 画画。 画画是林贵妃的小字。 皇帝算计到最后, 竟真的付出了一丝真心吗? 几天后, 皇帝的旨意下来了。 陈妃贬为贵人, 移居清离院, 只留两个宫人伺候。 圣宠一时的陈妃就这样失宠了。 她从明华宫出去的时候, 只穿了一身素衣, 连冬衣都不许戴。 明华宫的宫人跪在两侧, 送陈妃娘娘一宫, 她单薄的背影在深秋的天气里更显凄凉, 一滴泪很快被吹散在风中。 在这宫里, 没有宠爱的妃子, 日子过得比宫女还要艰难。 送走陈妃, 我又背起我的小包袱, 来到了湘妃的闻香殿。 如今湘妃正值圣宠, 宫里要用的吓人自然多。 我便被分来了。 我是个怕死又没出息的人。 自从上次偷偷在贵妃的武衣上 涂抹蓝山花的汁水之后, 无人中毒, 我自己却被吓得大病一场。 夜晚, 我总能梦到皇帝中毒的场景, 她的口鼻中流着黑的血, 口口声声质问我为什么害死她。 更可怕的是, 皇帝下令要诛杀我的九族, 我看着无辜的阿弟也被牵扯进来, 跪在五门前斩首示众。 不要! 我冷汗淋淋地从睡梦中惊醒, 惊喘不止, 却发现床前站着一人。 新主子是个脾气很好的人, 我生病几日, 也不曾有宫女来催我干活。 甚至特意让人送了一份马蹄膏来, 说生病的人吃了甜甜的东西就不会疼, 像是小孩子才会说出的话。 如此天真烂漫, 我又想念贵妃了。 生病的最后几天, 又得了香妃娘娘的赏赐, 她从草原带来的奶茶。 闻香店人人有份, 可惜中原人并不喝得灌奶茶。 香妃的年岁并不大, 约莫十五岁, 深夜想家还会哭鼻子, 但是笑起来又格外的天真烂漫。 这也是皇帝喜欢她的原因。 她受够了后宫的尔虞我诈, 就喜欢香妃这样没有心机的女子。 香妃是一族公主。 在这深宫里, 没什么朋友, 嫔妃们极度她给皇帝的宠爱, 不屑与她来往。 可香妃并不在乎, 依旧整日笑嘻嘻的。 她还是个爱吃甜食的孩子, 天大的是一块糖便能让她重现笑容。 可在后宫妇人嘴里, 她就是个魅惑圣心的狐狸精。 香妃来自草原, 见惯了辽阔天地, 浩瀚星空, 却没见过宫里又香又软的酥糖, 也没吃过沾掉牙的乙糖。 第一次吃就闹了笑话。 可皇帝并不恼, 还很是喜欢, 直言香妃罪得盛心, 当晚就留宿在闻香殿。 香妃生来就带有一香, 让人闻之欲罪, 皇帝更是如获之宝。 接连的十几天, 皇帝都是宿在香妃的闻香殿, 甚至有几次连早朝都给耽误了。 这引得后宫其他妃子不满, 联合告到了皇后那里, 求皇后做主。 可皇后也不想做这只讨人贤的出头鸟, 她与皇帝少年夫妻, 如今也是走到了相看两生宴的地步。 皇帝不动她的后卫, 她自然也不会管皇帝的风流运势, 此事便一日日地拖着。 众妃嫔只能自己出手。 香妃的母族曾与我朝开战, 战败后, 她的族人便把她当作礼物送给了皇帝。 这样的身份让众妃更看不起她, 当众给她难堪, 称她只是外邦送来的一件贡铁。 香妃愣了一瞬, 从前宫里也有人为难她, 却也只敢在背地里说几句。 明着把话说得这样难听, 还是头一遭。 她并没有跟那人争辩, 即使她正得圣宠, 位分也远在那位贵人之上。 可她转过身去的那一瞬间, 我还是看到了她发红的眼角。 回到闻香殿之后, 她坐在皇帝令人给她扎的鞦韆上, 笑着问宫女们, 各位姐姐, 我听说中原南方的人 喜欢喝一种甜甜的水, 你们之中有人会做吗? 让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人 也尝尝新鲜。 宫女们面面相去, 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看着她失望的脸, 犹豫片刻, 我小声问道, 娘娘说的可是糖水。 她很高兴, 单独留了我在内殿伺候。 糖水端上来的时候, 她眼巴巴地望着, 也顾不上让人伺候, 伸着纤细的手臂, 问我要勺子。 好姐姐, 快些, 我要疼死了, 我真的快要疼死了。 我看着全须全已的香妃娘娘, 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疼, 只好问道, 娘娘, 您说什么? 她已经吸溜着, 开始喝糖水, 嘴里寒寒乎乎地回道, 没什么, 没什么, 早知道糖水如此好喝, 我还吃什么一糖呢, 甜得我牙疼。 喝完一碗之后, 她满足地浮在秋千上, 眯着眼睛如同一直慵懒的猫咪。 姐姐, 你以后就给我做糖水吧, 其他活儿交给别的姐姐去做。 奴婢遵命。 日子一天天过去, 香妃依旧得宠, 众妃嫔们依旧看不起她。 香妃不在意, 只是吩咐我去煮糖水的次数越来越多。 哪怕只晚了一会儿, 她也会急躁地走来走去, 抓自己的头发, 不住地叫嚷, 我疼我疼, 糖水我疼得要死掉了。 我以为是她甜的东西吃多了, 导致牙疼。 很多年之后, 我才意识到, 香妃娘娘说的或许不是牙疼, 而是不吃甜的东西才会疼。 寻常一天的晚上, 皇帝在闻香殿吐了血, 宫里乱作一团。 太医诊断说皇帝的身体很是虚弱, 像是被虎狼之药掏空了身体。 幸好发现得及时, 只需服用一些温补之药调养, 便可恢复。 这件事直接惊动了在慈宁宫养病的太后。 皇帝是在闻香殿出的事, 香妃自然逃脱不了干系。 皇帝昏迷不醒, 太后便下令让人日日来掌香妃的嘴, 直到皇帝醒来。 那样一个细皮嫩肉的小姑娘, 怎么经得起干贯粗活的老嬷嬷的巴掌? 不过几下, 香妃的脸颊变肿得像发面嬷嬷一样, 让人看着触目惊心。 老嬷嬷打完今日的巴掌, 规规矩矩地向香妃行礼, 奴婢告退。 工人们急忙扑上去, 想为她上药, 以免留下疤痕, 失了圣宠。 可香妃却满不在乎的挥挥手, 不让他们上前。 她一个人躺在秋千上, 闲阳光刺眼, 便眯上眼睛, 像是累极睡着了一般。 这秋千还是她受宠时, 皇帝特意下令给她扎的。 她忽然睁开眼睛, 亮晶晶地如盛满了星子, 我从没见过这样明亮的她。 蓝厅姐姐, 听说你还会煮奶茶, 去给我做一碗吧。 奴婢这就去。 我想, 香妃娘娘怕是想家了。 她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离家千里, 又孤身一人, 受了委屈, 难免会想家。 我端着热乎乎的奶茶进来时, 她已经睡着了, 脸上还挂着甜淡的笑容。 我轻轻唤了几声, 并没有人鹰。 伸手去摸, 触手一片冰凉。 香妃娘娘没了, 皇帝闻言, 从病榻上精坐起。 朕还没有腻味, 母后怎么下这样的狠手。 她起身太快, 又急又怒, 此刻才感受到一阵眩晕。 皇帝扶着额头, 换了一会才慢慢道, 罢了, 好生安葬了吧。 香妃的桑仪, 按贵妃的规格办, 在封黄金千两, 紧断白皮, 给她的母族送去。 这些东西, 换了那个十五岁少女的性命。 香妃的桑仪虽然隆重, 可是来祭奠的人, 却一个也没有。 冷清的, 就连旁边守灵的太监, 都开始打盹。 我从怀中掏啊掏, 掏出一包奶茶, 还是曾经香妃赏赐给我的, 我喝不惯, 便一直存着。 我将她放在香妃陵前。 我知道, 香妃娘娘最喜欢喝的 还是家乡的奶茶, 可她来到宫里, 喝得最多的却是糖水, 只希望, 下辈子, 她不必再喝糖水来止痛。 香妃死了, 闻香殿也乱了, 太监宫女们纷纷收拾东西, 将一些没有登记在侧的东西 悄悄占为己有。 香妃住的正殿也乱糟糟的, 值钱的东西早就被人抢走了, 地上一片狼藉, 匣子摔在地上, 隔间被摔了出来, 露出一脚白色的帕子, 好像藏着什么东西。 我的心脏秃秃跳着, 直觉告诉我, 这东西有用。 我趁人不备, 悄悄藏了起来, 皇帝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他越来越思念香妃, 特意下令闻香殿中的一切陈设, 摆放如旧, 好供他时常来闻香殿独坐, 寄托他对香妃的思念之情。 这是夏朝。 皇帝又来了, 他平退下人, 躺在香妃的寝殿里, 贪婪的呼吸香妃留下来的香味。 他喃喃道, 还是香妃身上的一香, 闻着让人舒心。 皇帝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醒来时口干舌燥。 来人, 上茶。 我将早就煮好的奶茶献给皇帝, 这茶是香妃生前最爱。 皇帝果然龙心大悦, 盛赞有熟悉的味道, 就像香妃还陪伴着他一样。 朕记得你, 你似乎侍奉过。 他皱着眉, 似乎是陷入了某段回忆当中, 只是不知, 他是想起了贵妃, 臣妃, 还是香妃。 不过不会有人在意。 皇帝一时想不起来, 也不再想。 他此刻心情愉悦, 大手一挥, 赏。 临走时, 还不忘记嘱托我, 你就在闻香殿里守着, 朕下次来时, 还要喝你煮的茶。 皇帝从闻香殿睡了一觉, 呼吸着家人遗留的香气, 醒来还喝到了已是妃子最爱的茶, 在这里, 他似乎找到了自己深情的证据, 把半分的真情演出十二分的效果, 以此证明自己不是个薄情之人。 皇帝或许是个表演型人格, 不过, 不耽误我俯身行礼谢恩, 毕竟, 这是一份好差事。 作为报答, 我会在茶里放上和香妃一样的调料, 让陛下更好的思念香妃娘娘。 皇帝的身子又一天天坏起来, 太医院进行了几次会诊, 终于发现问题出现在香妃身上的一箱上。 香妃身上带的一箱并不是天生的, 而是草原上的一种药, 有一箱, 同时也是一种慢性毒药。 长期服用便会深带一箱, 只是浑身的关节也会疼痛无比。 单是下在皇帝饮食里的虎狼之药并不足以致命, 但与香妃身上的这种一箱一起使用, 两药相克, 便会使人脏气衰竭。 时间久了便可伤人性命, 心思机巧, 极难察觉。 太医们应该是早就察觉到皇帝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便只顾着给皇帝进补, 殊不知越补越虚。 若不是香妃身子若死得早, 如今死的便是皇帝了。 但皇帝如今的身子太虚了, 在子嗣上怕是无望了。 太医哆嗦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皇帝将闻香殿能摔的东西都摔了。 此日, 他下令将香妃从妃陵里挖出来鞭吃, 又将面目全非的尸体送还给他的母族。 香妃的族人并没有为他感到难过。 他们从中原皇帝震怒的反应中得出结论, 香妃这步棋应当是非常成功的。 宫女放出去一批, 又选进来一批, 已经很少有人记得我做过妃子的事, 他们只知道, 换衣局的蓝姑姑被分来之前, 发烧烧坏了嗓子, 已经不能说话了。 年轻的宫女们叹息, 蓝姑姑的嗓子怎地就坏了, 她这个样子就算到了年岁放出宫去, 也配不了好人家了。 我苦笑, 这样天真的话, 我已经很久, 很久, 没有听到了。 或许自从贵妃失了四皇子之后, 或许自从香妃没了之后, 我越来越对阿娘的话深信不疑, 好死不如赖活着, 只要不死, 一切皆有可能。 那夜, 太医的诊断结果一出, 龙颜大怒, 外面的人只知道皇帝突然处死几个太医, 砍杀了几个宫女。 而在现场的, 我却目睹了犹如地狱般的一幕, 闻香殿里所有的人都没能活着离开, 除了皇帝和我。 鲜血喷剑的到处都是, 残枝断壁到处都是, 我被吓傻了。 虽然我动过几次是军的念头, 但如此血腥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看到我这里的时候, 皇帝突然停住了, 瑞丽的剑锋就停在我脖梗处, 闪着寒光。 皇帝或许是身体真的虚了, 他手中的剑指向我的时候, 突然一个亮呛, 跌倒在地上, 他喘着粗气。 缓了半天才开口说话, 他, 他用低血地剑指着我, 犹如地狱修罗, 给他灌亚药, 让他这辈子都不能再开口说话。 乌黑的药汤灌下去, 苦的人舌头都要掉了, 那滋味并不比死了好受。 再次醒来, 我的嗓子便再也发不出声音。 这宫里, 知道皇帝不能再孕育子嗣的人只有皇帝自己。 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了五年, 我再也没有几乎接近皇帝半分, 只是听闻他的脾气越发不好, 动辄便要打杀下人。 最恐怖的一次, 他连有孕的妃嫔也没有放过。 丽嫔有了身孕, 欢天喜地地向皇帝讨赏。 皇帝的脸色阴沉地害人, 但还是将丽嫔晋升为丽妃。 过了几日, 皇帝从梦中醒来, 挥剑乱砍, 将丽妃赐死在床榻上。 后宫再也没有婴孩降生。 皇帝却并不着急, 封了皇后所出的嫡子为太子, 将朝政交给太子, 他自己整日地花天酒地。 直到草原的马蹄生的马蹄生 踏碎了京城的纸醉金迷。 湘妃的族人从草原打过来了, 来为他们的公主复仇。 他们一路南下, 烧杀抢掠, 打到了京城脚下, 皇帝才从安逸的梦中惊醒。 他已经好久不上朝了, 很多事情显得力不从心。 幸好太子早早地开始监国, 他先是迅速调遣兵江御敌, 可林将军已死, 并无可用之才, 发现不敌之后又派人前去和谈。 如今他们兵强马壮, 站尽先机, 又怎么会罢手? 皇帝仓皇难迁, 禁卫军驾着马车随行。 望不到尽头的马车上装的是 一岁的金碑玉盏和价值千金的零罗绸缎。 皇帝在最前面的马车上, 他醉卧在皇后怀里, 玉盏从他手中脱落, 煤酒撒了一地。 说来也怪, 他明明已经厌倦了皇后, 可是大难临头的时候, 他最依赖的还是皇后。 匈奴打来的时候, 皇宫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 他们打开宫门, 烧杀抢掠, 将所有金银珠宝洗劫一空, 搬不走的东西就烧掉。 主子们都逃走了, 剩下的宫人成了带宰的羔羊。 原本的皇宫成了人间炼狱。 我趁乱想躲进尸体堆里, 却被同样早早躲进来的小太监 吓了一跳。 他紧紧捂住我的嘴巴, 生怕我出生引来了蛮人。 果然, 没一会儿就有蛮人来巡逻, 拿着长枪往石堆里扎, 被刺中的小太监 没忍住痛喊出声来, 被人揪了出去。 而我, 因为发不出声音, 逃过一劫, 可那长枪 却结结实实地刺中了我的腿。 我成了一个瘸子。 听说, 陈飞娘娘一直被禁足在清离院, 皇帝南迁的时候, 甚至忘了有他这个人。 而他还幻想着 有朝一日, 皇帝能念其他的好, 将他接出冷宫。 可怜的陈飞, 在宫门被打开的那一瞬, 还以为是他的幻想成真了, 皇帝真的要放他出去。 于是, 他匆忙地去梳理自己干枯的头发, 再用一只银簪别柱, 用他最好的状态去面对皇帝。 谁知, 迎接他的, 只有那些蛮人的嘲笑和捉弄。 陈飞到底有几分武将家族的血气, 蛮人扑上来抓他胳膊, 就在他们欲行不轨的时候, 陈飞拿着簪子 刺进了那蛮人的喉咙, 随后又扎进了自己的胸膛。 他的身体如同干枯的树叶, 飘落在地上, 失去了生机。 蛮人们为了侮辱皇帝, 将他的尸首挂在城墙上, 任凭风吹雨淋。 远在属地的皇帝 知道陈飞去了, 宁死不肯受辱, 被他的气节蛰伏, 倒是真情实义地哭了一番。 不知是哭可怜的陈飞, 还是哭自己回不了故都。 多年后, 老皇帝还朝, 下令将陈飞的尸首取下来, 以皇贵妃之礼厚葬。 为了彰显自己重情重义, 老皇帝还想厚赏他的族人, 找来找去, 却怎么也没找到。 老皇帝的记性实在不好。 陈飞是他南巡石下属, 为讨好他尽县的女子。 一个在教方司被买来的女子, 哪里有什么族人呢? 可这并不妨碍世人传言, 皇帝陛下重情重义, 对陈飞情深一片。 蛮人们抢砸一番, 一把火将皇宫烧了个金光。 浓烟缭绕了三日都不曾灭。 我在皇宫里东躲西藏, 有一点风吹草动便躲进尸体堆里藏起来, 总算等到了蛮人离开皇宫, 准备南下。 他们走时, 将象征王朝盛极一时的铜花台推倒了。 一时间尘土飞扬, 瓦力齐飞。 那是浩空了半个国库建立起来的奇观, 就这样轰然倒塌。 不过众人来不及惋惜。 待尘土落尽, 浓烟散去, 铜花台下面的场景才被世人发现。 高台之下, 是累累白骨。 十几年前被抓来修建铜花台的劳工, 为什么嫌少有归家的? 这一刻好像有了答案。 铜花台是盛世的象征, 可它建立在罪恶的地基之上。 满地的白骨, 在月光的照耀下, 映着森森白光。 夜黑人静, 看热闹的人散去, 我才瘸着腿从宫里走出来, 艰难地对着那片白骨, 深深叩首。 阿爹! 这些人, 不知在这铜花台下被压了多少岁月, 也不知是否还有孩童盼着他们归家。 蛮人继续南下, 和皇帝的军队打得不可开交, 可底层人的日子还要过下去。 我从宫里逃出一条命来, 瘸着一条腿讨饭吃。 贵妃还在时, 我还能与阿爹通信, 信中阿爹曾提到林将军免了他的奴级, 又给他在京城郊外置办了三亩水郊地, 有了迎圣, 他也娶妻生子了, 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阿爹还说让我在宫里放心, 等我到了年岁出宫, 他便让侄子给我养老送终。 我寻着信中的内容, 拖着残腿往郊外走去。 君爷,君爷, 我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已经入伍了, 家里就剩这一个了, 他才十三岁啊, 您发发慈悲放过他吧。 一个头发花白的瘦弱男子跪在地上, 抱住一个士兵的大腿, 苦苦哀求。 旁边的半大孩子被人扣住肩膀, 还在死死挣扎, 放开我, 放开我, 爹, 娘, 救救我。 我一眼认出, 地上跪着的头发花白, 瘦骨临寻的男人正是我多年不见的弟弟。 皇帝吃了败仗, 又在征兵了。 陛下尚且派太子殿下亲征, 你作为我朝子民, 礼当保家卫国。 当兵的一脚踹开阿弟, 带走。 那半大孩子仍哭喊着救他, 可家里只剩下劳两口, 无助地抱头痛哭。 我站在门口不知所措, 这一幕与我七岁那年的场景和其相似。 当年, 阿娘也是紧紧抱着官差的腿, 苦苦哀求他们不要抓走阿爹。 二十年过去, 我们一家的处境丝毫没变, 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 幸好阿弟看到了煮着一根破拐棍的我, 他有些不敢相信, 犹豫半天才迟疑着问道, 你, 你找谁呀? 他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 我看你眼熟, 你是哪里人? 你是我阿姐吗? 我三岁卖身入灵府, 十七岁随贵妃入宫, 伺候贵妃十三年, 又辗转明华宫, 闻香殿, 换衣局, 如今已经三十七岁。 我们姐弟二十年未曾一见, 再见面, 我拖着残腿, 哑了嗓子, 他满面风霜, 一贫如洗。 见我不说话, 只是沉默地望着他, 阿弟来不及摸净眼泪, 急不走到我面前, 透过我一脸的泥土, 仔细辨认。 他惊叫道, 真的是你, 阿姐。 我手中的拐棍掉到地上, 看着这个二十年没见的弟弟, 泪如雨下。 阿姐, 阿姐, 你怎么不说话? 我用手笔画, 着了风寒, 没有及时医治, 已经不能说话了。 阿弟看着我的样子, 用干枯的手被擦泪, 我们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我原以为, 你进了宫能过上好日子, 等到了二十五岁就能出宫, 谁知一等就等到了这个年岁, 我年年去宫门口等着, 可一次也没见你。 他絮絮叨叨地说着, 催促弟媳去做饭, 弟媳挂念他的小儿子, 也还是摸着眼泪去了。 我拉住他的手, 李一的口袋里有我从宫里带出来的家当, 听闻宫外有叛乱, 我早早将这些年的积蓄换成金子, 缝在礼衣上, 睡觉也不曾脱下。 弟媳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激动地跪下朝我叩头, 乱世, 钱能买人的命。 阿弟的小儿子叫丰年, 才十三岁, 因着那些金子逃过一劫, 可和他一起长大的小伙伴, 便没有那么幸运了。 皇帝老儿要打仗, 就得有人替他送死。 丰年转了一圈, 发现附近的男娃都没了, 丧气地坐在家门口的木桩上, 嘟着嘴抱怨, 皇帝老儿在皇宫里住着, 从来不关心我们的死活, 他好时天天征睡, 修他的皇宫, 我们没有好日子, 如今他遭了难了, 我们还是没有好日子过, 还想着要我们替他卖命,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阿弟下得赶紧去捂他的嘴。 这要是被别人听到了, 可是杀头的罪过, 我哪有说错, 就是他害死了大哥二哥。 祖宗爱, 你真是活腻了。 阿弟生怕他惹祸, 连拖带拽地将他赶回家。 我就在阿弟家住下了, 本以为家里多了我这样一个脱油瓶, 弟媳会不高兴, 可他对我非常尊敬, 我腿脚不变, 他从不让我做重活。 家里的重活都是阿弟和丰年去做。 我在家闲不住, 便找了针线活作, 我到底是侍奉过贵妃的人, 一些花样和针法都精巧多了, 那些绣成的帕子, 被弟媳拿到集上去卖, 时间长了也能换些银子。 日子仍然一贫如洗, 可我的心里安定了许多。 挑拨多年, 这样不必提心吊胆的日子, 才是我多年来所期盼的, 哪怕如同楼一般, 生活在世间的一角。 这样的生活过久了, 为贵妃和家人复仇的心思都淡了, 只是偶尔做针线活久了, 眼前便会闪过阿娘和爹爹的脸, 有时又是贵妃临死前的惨状。 我恍惚了一会儿, 皇帝老儿远在蜀地, 仍然过着奢靡的生活。 听说太子殿下又打了几次胜仗, 皇帝很快就要颁事回朝了。 我看着灰白的天空, 心想, 难道那老皇帝就能一直如此命好吗? 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 或许是我过得太舒心了, 连年月也不记得了, 只知道过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老眼昏花, 做针线活会砸到自己的手, 久到封年都已经娶妻生子。 皇帝终于要回来了, 他人还没到京城, 便已经打算着重新修建宫殿了。 一波一波的青壮年被抓走, 家家哭天喊地, 却又无计可施。 和蛮人打仗时, 皇帝征兵征凉, 家家户户都没有好日子过。 现在即使没了战争, 他们也始终没过上平安的生活。 这天, 封年慌里慌张地跑回了家, 天还没黑, 他却害怕地关上门, 靠在墙边不住地发抖。 姑姑, 外面有官差在捉人。 自从上次差点被官差抓走, 这孩子就被吓破了胆, 看见官差就害怕。 我不会也被抓走吧, 家里就我一个劳力, 我要是被抓走了, 爹娘可怎么过呀? 封年垂头丧气, 担忧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说话间, 阿弟回来了, 他交了税银, 封年才不至于被抓走。 哎, 我听说, 皇上这次回来, 先要修建皇宫, 什么东西都要比从前建得好。 你说这匈奴人也真是坏透了, 把金银珠宝抢走就行了, 为啥要一把火烧了皇帝的屋子啊? 现在好了, 皇帝回来没有地方住, 现在又要钱又要人, 我们当老百姓的可怎么活呀? 对了, 我还听说, 这次打退了匈奴人, 皇上要论功行赏呢, 要修建那什么铜花台, 把皇帝的功绩都刻在铜花台上, 祖祖辈辈传送下去。 我看这工程浩大, 一时半会修建不完呢。 我们的日子什么时候能好过一点啊? 阿弟哀声叹气地蹲在地上。 我读懂了他的意思, 这次我们交了睡银, 让枫年躲了过去, 那下次呢? 执媳妇抱着孩子坐在床边沉默不语, 地席怕废油, 将唯一一盏昏暗的灯也吹灭了。 一家人被黑暗和忧愁笼罩着, 我的思绪逐渐飘远, 这些年隐藏在心底的, 最疯狂的那个念头再次冒了出来。 为什么死的人不能是皇帝呢? 若是真的要接近皇帝, 那么, 以我现在的身份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我苦笑, 那个人的话一字不差, 农妇蓝厅接近不了皇帝, 但是林贵妃的贴身侍女蓝厅姑姑可以。 最近民间都在传一段佳话, 关于老皇帝和已逝的林贵妃的, 人人都说, 老皇帝身为天皇贵宙, 却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情种。 他爱惨了林贵妃, 只不过林贵妃红颜薄命, 早早地先去了。 现在皇帝非常想念林贵妃, 竟然不惜四处修仙问道, 想尽一切办法再见贵妃一面。 也许是皇帝的诚心感动了上苍, 竟然真的让她找到了办法。 贵妃死了多年, 皇帝只能与她的魂魄相见。 并且, 皇帝须诚心斋戒七七四十九天, 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 还要找一件贵妃的旧物引路, 比如她穿过的衣服, 用过的铜镜, 睡过的床榻。 总之, 这件旧物要沾染了贵妃的气息, 才能为贵妃的魂魄引路。 于是, 皇帝下令, 若谁能找到一件贵妃的旧物, 便可赏黄金百两, 封万户侯。 皇帝可是九五之尊, 为了一个早逝的女人, 竟能做到如此地步, 可见两人之间的情谊情深似海。 当然也有人不信, 贵妃的母家临时, 可是被皇帝下令满门抄斩的呀。 贵妃的两位皇子, 也是死得不明不白。 这样的情深似海吗? 我冷笑, 老皇帝哪来的真心? 他的感情是剧烈又决绝的, 爱时很爱, 不爱时恨不得将人千刀万剐。 所有被他爱过的人, 下场都很可悲。 二十一, 一日, 我像往常一样, 去田间给丰年他们父子俩送饭, 两人干完了活, 正坐在田耿上聊天。 我看着丰年的健壮的背影, 他这样能干, 只怕过不了多久, 丰年也要被抓去为太上皇修建宫殿了。 我想到了阿爹, 阿爹因为皇帝修建铜花台, 被抓去做了苦力, 到死也没有归家, 化作一片白骨, 被压在高台之下。 丰年因为老皇帝要重建宫殿做苦力, 丰年的孩子也会为老皇帝的孩子做苦力, 子子孙孙, 无穷尽艺。 我又想到了那个男人的话, 或许这样不公平的境遇早就该变一变了。 这是一个非常寻常的午后, 地里的活计干完了, 阿爹和丰年坐在地头上休息, 吃着家里带来的午饭, 太阳平等地照在大地上, 一切都是那么静谧美好。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场景, 这些年我经历过几千遍, 所以我也把它选为我生命中最后的光景。 官差公公静静地引着一个手拿扶尘的人匆匆而来时, 我正在田间收拾碗筷, 准备归家。 公公, 您当心脚下, 这里地上土多, 别脏了您的鞋子。 老太监一边走一边骂, 哎哟, 这是什么鬼地方? 这地方也能住人。 老太监抱怨着, 身一脚浅一脚地往这边走。 官差将老太监引到我家的田间, 公公就是这里了。 老太监皱着眉打量着田耿上的几个人, 几十年未曾打过照面, 他也不敢确定, 田耿上那个满天白发, 身影沟楼, 甚至还瘸了一条腿的老妇人, 是不是当年金鸿宫里最得脸的蓝厅姑姑。 他认真地打量了半天, 终于确认了。 眼前的老妇人, 就是当年的蓝厅姑姑, 皇帝陛下亲风的蓝贵人。 不过他还是难以置信的嘟囊, 怎么就老成这样了? 老太监的脸如鬼一样苍白, 他间隙的声音, 更是如同噩梦, 皇帝有旨。 这正是老熟人李荣, 老皇帝身边的太监首领。 阿帝和丰年吓坏了, 他们或许早就预感到不祥, 劈了命地想要阻拦, 可人哪里能跟皇权抗衡。 我被李荣带进皇宫。 年老的帝王坐在龙椅上, 正在闭目养神, 听到动静也并没有睁开双眼。 多年不见, 老皇帝的排场比以前还大, 身旁的禁卫军时刻警觉, 仿佛我一个年老的农妇能对她不利。 看来, 这些年是被人刺杀得多了。 她的声音如同破败的鼓中, 你是从前贵妃宫里的丫头。 叫兰兰。 多年前, 我在陈飞的明华宫前罚贵, 她也曾问过这么一句话, 而我已经不能如以前那般回应她了。 皇帝当年为了掩盖自己不能生子的丑闻, 下令砍杀了披香殿的所有宫女, 轮到我时, 她却迟疑了, 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她默默许久, 最终只惯了我一碗雅药, 让我再也不能说话。 见我久久未答话, 她有些不耐烦。 旁边的老太监替我回答, 陛下, 这是个哑巴。 老皇帝愣了一瞬, 又点点头, 不知道有没有想起什么。 过了一会儿, 她自笼椅上缓慢抬头, 目光自上而下地缓慢打量着我。 过了两久, 似乎是不太相信地 问身边的大太监, 确定吗? 这, 这就是贵妃宫里的大丫鬟, 陛下, 就是她。 大太监也颇为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在皇帝耳边提醒她, 陛下, 您忘了, 这人还曾经沐浴天恩, 您将封他为蓝贵人呢。 老皇帝还是不太相信, 自言自语道, 怎么老成这个样子? 还是个哑巴? 果然是贵人多妄事, 可即使在不屑, 他也需要我这个哑巴的老农妇的血, 来做他与贵妃重逢的路影。 老皇帝从龙椅上站起身来, 开始追忆他和贵妃的往事。 当年朕顾念与贵妃的旧情, 心生不忍, 几次饶过你的性命, 如今, 你可愿为朕分忧。 我抬起头, 看着那位高高在上的掌权者, 依稀能看出几分从前的样子, 只是衰老得厉害。 原以为, 只有我和阿帝这样的苦命人会衰老, 原来即使贵为帝王, 也避免不了。 他似乎是陷入了某段回忆, 当年林家如此僭越, 朕也没想过处死贵妃, 使他自己觉得对阵不住, 处逐而亡, 全然弃朕的情意不顾。 可朕实在是想他呀。 说到动情处, 老皇帝抹起了眼泪, 可贵妃去世前恨极了皇帝, 恨他无情无义, 冤杀功臣, 害死亲子。 绝望之际, 他一头撞死在养心殿的柱子上, 温热的鲜血喷溅了我一身, 没人比我更清楚。 朕要在九泉之下与贵妃相见, 以求来世再做夫妻, 道长说了, 需要一件贵妃的旧物, 引贵妃到此。 他叹了一口气, 接着说道, 朕本也不想拿你的命去献祭, 可惜, 朕翻遍六宫, 世上再也没有贵妃的旧物了, 那便只能是你了。 老皇帝的声音, 如同在天边飘着一样, 不切实际。 是啊。 不管是六宫还是灵府, 经过乱世的洗劫, 里面的人和物都已经换过一茬了, 哪里还有贵妃的旧物, 只有我这么一条漏网之鱼, 于是他掘地三尺将我找了出来。 活人祭祀, 到底对朕的千古名声有爱, 不许传出去, 更不许史官记载。 老太监恭敬的行礼, 陛下放心, 断没有不知死活的人敢乱绞舌根。 招魂之术, 只需献祭一件和已故之人相关的旧物, 铺就从黄泉到人间的路, 将那人的魂魄引来相见。 我便是贵妃留在世间的最后一件旧物,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能见到老皇帝的机会。 这也是林仙为什么选中我的原因图。 道长, 这老妇人曾是贵妃的贴身势壁, 不知可否算一件贵妃的旧物。 先锋道骨的老道士掐指一算, 随即摆出一副大喜过望的样子。 甚好, 甚好啊! 故人之血是最好的引路符, 陛下与贵妃的重逢之日就在眼前了。 看着那老道士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简直想要发笑。 一群骗子。 不过, 好在老皇帝信了。 他大手一挥, 便有人冲上来将我押到祭台之上。 王座之上, 老皇帝已经等不及了, 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不住地望向祭台的方向。 贵妃会愿意见朕吗? 陛下, 您就放心吧, 这老妇人是贵妃的陪嫁丫鬟, 和娘娘羁绊最深, 用她的血引路, 贵妃娘娘一定会来见您的。 老皇帝还是有些担忧, 贵妃不会怪朕吧? 不会的不会的, 当年的事情您也是身不由己, 您顾念旧情, 并没有赐死贵妃, 是娘娘自己总之, 贵妃娘娘见了您, 不知会有多开心呢? 老皇帝被说得心动了, 心情也好起来, 那再去封些赏钱给他的家人吧, 别让百姓议论, 说朕残暴无情。 老太监领命去了, 我被绑在祭台上, 随着一声令下, 脚边燃起大火, 很快将我吞没。 我平静地笑着, 丝毫不见临死前的慌乱, 因为这道士的招魂之术, 根本就是一个骗局。 而这个谎言, 正是一个有心之人, 苦心孤意四处传播而来的。 从陈妃口中得知, 皇帝在睡梦中唤贵妃的小字时, 我便知道皇帝对贵妃是有情的。 而皇帝最擅长的, 便是把一两分的情意, 演出十二分的效果。 正如他对陈妃那样, 黑色的浓烟之中, 我看到那道士身边的小道童, 冲我微微点头。 一群穿着道袍的道士们, 将祭台团团围住, 脚下跳着诡异的舞步, 口中唱着我听不懂的歌谣。 那倒是正闭目作法, 似乎是感受到我的目光, 他睁开眼睛看向我, 目光中掺杂着怜悯。 陛下还请将他给迷婚过去, 否则一旦开始作法, 他必定痛哭哀嚎, 惊了贵妃可就不妙了。 老皇帝也点了点头, 爱卿说得有理, 大太监领命就要去取迷药, 又被那道士拦住。 陛下,凡间的迷药怕是不妥。 那,他从宽大的道袍中 取出一个小瓷瓶, 瓶道早已备好了。 如此甚好, 几个小道士走上前来, 掰开我的嘴, 竟真的要将迷药灌进我嘴里。 这一幕何其熟悉? 熟悉的我好像刚刚经历过一遍。 此刻, 我才真正意识到, 我要死了。 早就听说, 人死之前, 会把自己的一生再经历一遍, 犹如走马关灯。 刚刚的所有一切, 不仅仅是那道士给我喝下的药, 而产生的幻境, 更是我的一生。 祭祀的歌舞声, 在我耳边远去, 火把早已点燃, 黑色的浓烟中, 我看到那道士充我微微点头。 紧接着, 他扶着老皇帝慢慢靠近祭台中间的位置,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走向他命运的终结。 我终于放下心来, 努力睁大眼睛, 看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那祭台的中间位置, 早早买好了足以送老皇帝上西天的火药, 或许招魂之术是真的。 但是老皇帝忘记了一件事, 林贵妃留在世界上的旧物, 与他羁绊最深的旧物, 除了我, 还有一件, 那就是老皇帝自己。 现在, 他以自己为继, 真的扑就了一条去见贵妃的黄泉路。 我早就说过, 我不信那老皇帝能一直如此命好。 当老皇帝的一只脚踏上祭台的中间位置时, 火药的引线也刚好燃烧到那里。 砰! 一声巨响之后, 浓烟四起, 火光冲天。 走水了, 走水了, 快叫人来救火呀。 过了好一会儿, 太监宫女们提着水桶, 焦急地从各个宫室赶来。 老皇帝已活人祭祀, 生怕外人知晓, 有损自己的千古名声, 早早地将周围伺候的下人们赶了出去。 现在起了大火, 现在起了大火, 众人想救也来不及。 甚至不知道起火的中心, 老皇帝已经被烧成以一句交谈。 铜花台本来距离起火的位置最远, 可不知道为什么竟也烧到了那里, 耗费巨资。 才刚刚修建了一半的铜花台, 也着火了。 不过半夜的功夫, 便化作一片灰烬, 轰然倒塌。 有人说, 是夜晚起风了, 将火星子吹到了铜花台, 这才燃起了大火。 也有人说, 这是使上天降下神法, 警醒世人。 铜花台劳民伤财, 本不该重建, 老皇帝逆天而行, 这才触怒神灵, 自己也在这场大火中丧生。 世人心中都是倾向于第二中说法的。 他们在老皇帝的统治下过得苦不堪言, 现在王朝即将被推翻, 他们乐见其成。 所以, 事情传着传着, 变成了老皇帝残暴不仁, 私得不休, 逆天而行, 最后被天火烧死。 既然上天已经市井, 那么暴君人人皆可讨伐。 起义军皆干而起, 席卷全国上下。 他们在盛世王朝的废墟之上, 建立了新的王朝。 而这时, 世人才发现, 新王朝的统治者是曾经威震边疆的林将军的后人, 林歇。 这是后话了。 百姓们发现, 新王朝的统治者和之前的皇帝很不一样。 他不喜奢华, 所以减轻税负, 让百姓修生养兮。 他不爱女色, 所以不办选秀, 后宫只有一后一飞。 更重要的是, 对于历代君王的极为偏执的铜花台, 他也没有想过重建。 皇帝的功绩, 应该是疆域辽阔, 政治清明, 百姓富足安定, 而不是铜花台上雕刻的空虚无力的赞歌。 新王朝稳定之后, 皇帝对辅助他登基的有功之臣进行封赏。 其中, 一个年过半百的农妇引起了众人注意。 细查之下, 才发现这农妇的身份不简单, 他曾经是流亡的难民, 被林家小姐带回去做了林家的奴仆, 后来又跟随林贵妃进宫, 做了陪嫁丫鬟。 更离谱的是, 他还被前朝皇帝封为贵人, 林贵妃去死后又被贬为奴婢, 在深宫中流落了近三十年。 皇宫被匈奴人攻破时, 死伤的宫女太监无数, 他竟然只瘸了一条腿, 活生生从破旧的工程中逃了出来。 之后, 他以重地绣花为生, 过着清平简朴的生活, 成了世界上最普通的一个人。 这样一个低贱的人, 功绩竟然是以身为耳, 刺杀旧地, 竟然还成功了。 这也就意味着, 前朝皇帝的死并不是天法, 而是有人故意为之。 新朝的建立也并不是顺应天意, 一切都是认为的。 这关系到王朝是否稳定, 有不少大臣上书反对, 希望将这个农妇从功臣之列中除名。 可新帝执意封赏, 并且令使官如实记载。 百官们还是忧心忡忡, 一个女子, 出身微贱, 又曾经是前朝皇帝的妃嫔, 混在一批出身名门的功臣之间, 显得格格不入。 他们建议新帝将我的身份进行美化, 新帝不同意, 再三强调使官如实记载。 然而, 百姓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 是否富足安定, 并不在乎自己头顶的统治者是谁。 所以, 这是就像并没有向某些大臣担忧的那样发展。 这件事就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里, 并没有翻起大涛大浪, 但是荡起阵阵液。 低贱如丫鬟, 也是可以名流轻使的。 在很久之前, 就在老皇帝的军队和匈奴的不可开交的时候, 我在河边换衣, 水波移动, 底下竟然跃出一道黑色的人影。 就在我察觉到不对响走时, 被那道人影用一把刀抵住了柏梗。 他正在被官兵追杀, 威胁我帮他掩护一二。 在他靠近的瞬间, 我闻到了一丝血腥味, 混杂着一股熟悉的檀香。 我自然以为他是胡人, 可拉下他的面罩竟露出一双黑桶。 他的面容完整呈现了出来。 再也没有年轻时的面如关玉, 粗糙的脸上甚至横跟着一条刀疤。 我没有办法把眼前的操汉子 和记忆中的少爷联系起来。 我震惊地瞪大双眼, 怪不得那股檀香如此熟悉。 虽然几十年过去了, 人的面容多多少少会发生一些变化, 可我知道自己绝对不会认错。 更何况, 他身上还有一股和贵妃一模一样的檀香味道。 此人正是林歇, 贵妃的右弟林歇。 那个本该和林家一起被斩首的林歇, 此刻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 我故不得害怕, 急忙将他藏在存放粮食的地窖里, 躲过了官兵的追查。 原来,林家蒙难时, 林老将军早有预料, 杀了一名死士代替林歇, 又放了一把火烧了林府, 造成畏罪自裁的假象。 而真正的林歇, 被死士们拼死送了出来, 藏在民间养大, 伺机为林家复仇。 可林歇到底是林家人, 天生便懂得保家卫国的道理。 胡人入侵, 山河破碎, 他这些年一直在组织民间意识抵御胡人, 现在胡人快退了, 官兵戎他们不下, 正在围剿他们。 这倒是很符合老皇帝过河拆桥的做事风格。 我将林歇带回家疗伤, 从他口中知道了很多外面的事。 即使胡人退了, 老皇帝的江山也不是那么稳固。 这些年来, 他横征暴敛, 残暴无德, 各地揭竿而起的意识无数, 早就虎视眈眈。 只是老皇帝怕死得很, 身边护卫高手众多, 一时间竟无法靠近他半步。 我从林歇眼中看到了深深的不甘, 他想为父亲和长姐复仇, 如今是最好的机会。 趁皇帝还没有回宫之前, 将他杀死在路上。 可是, 他派出去的高手屡屡受挫, 眼看皇帝就要回京了, 他们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说, 老皇帝必须死, 不仅仅是为了他们林家的私仇, 更是为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老皇帝做的孽已经太多了, 林歇养好伤之后, 在一个夜晚悄无声息地走了。 他这样的身份, 我们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才好, 这样对他和我都是安全的。 可自从知道他要刺杀皇帝之后, 我便开始留意打听消息, 希望有一天听到一个老皇帝死于非命的好消息。 我等了许久, 老皇帝平安回京了, 一路上那么多刺杀都被他平安躲过。 我听到的时候恨得要死, 难道这老皇帝就能一直这样好命? 老皇帝回京之后, 又开始大兴土木, 建宫殿, 修铜花台, 要重现盛世繁华。 人人都活在恐慌之中, 生怕自己哪天就被抓走, 做了壮丁。 就在普通的一天, 我正在家里做着午饭, 村里来了一个男人, 看打扮, 他穿得并不华丽, 可浑身透露出一种不凡的气质。 村头老槐树下坐着几个爱嚼舌头的妇人, 他们猜测这男人是来找谁的。 看着男人的气质, 他们一时想不出谁家能结识这样的男人, 直到其中一个反应过来, 丰年他姑, 不是以前在大户人家当丫鬟吗? 难道是来找他的? 你这话说的, 这个男人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老爷, 来找一个以前的丫鬟做什么? 此话说完, 几个人都想歪了。 你别看丰年他姑是个哑巴, 年轻时还挺耐看的, 别是和那老爷有过一段什么吧? 难道丰年根本不是他爹的儿子, 而是他姑姑的? 我看有可能不然人家这千里万里的来找一个丫鬟干什么? 林歇静止走到我家的门前, 几个好事的妇人也跟了上来。 我从屋中探身, 便看到了林歇风尘仆仆的一张脸, 竟比上次受伤时还显得沧桑。 从前那个满口之呼折掖的少年, 也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冷面眼罗。 他艰难地张了张嘴, 好半天才找到自己的声音。 我依稀听见他说, 你可愿为我去死。 那几个好事的妇人和我都倒吸一口冷气。 其实, 关于外面的流言我都已经听说了, 什么招魂之术, 什么黄泉相见。 可林歇来找我, 我才知道一切都是他们的谋划。 多次刺杀皇帝不成, 反而折损了不少高手, 他们才想到了这条毒计。 起义军中人才济济, 他们找到了一个道士, 再命人假扮道童进宫, 将火药藏在祭台之下, 只待老皇帝找人献祭之时, 引燃火药, 将他炸死。 早在两年之前, 林歇便开始布局, 命人在各地制造传闻, 说招魂之术可以引来已故之人的魂魄, 只是需要一件故人的旧物做引子。 道士是林歇的人, 早就做好了慷慨就义的准备, 可他没有想到, 老皇帝对这件事如此执着。 他在全国上下张贴黄榜, 一定要找到一件贵妃的旧物, 生怕用假的冒充会触怒神灵, 更怕见不到贵妃。 可林府被火烧了, 皇宫被胡人洗劫一空, 哪里还有什么贵妃的旧物。 所以, 这个计划一直没有实施成功。 就在林歇他们以为这个谋划失败了时, 老皇帝丧心病狂, 竟然想到东西找不到, 但是贵妃用过的奴婢应该可以找到一二个。 这是林歇没有想到的。 他不想无辜的人受到牵扯, 可是他更不想这条计划复制东流。 于是他找到了我。 其实, 只要老皇帝想到了我这个人, 就算林歇不来, 他找到我也只是时间问题。 见我沉默不语, 林歇也没有勉强。 他说他们能人知识很多, 还会想到别的办法, 总之他不会轻易放过皇帝。 我苦笑, 哪里还有别的方法可想呢? 我知道, 只要登上祭台, 那我必定会和老皇帝一样魂飞魄散。 每犹豫一刻, 便有无数的人因为打仗死去, 会有无数人像我和阿弟幼年一样 啃着树皮冲击, 耽搁不起了。 我活了五十岁, 啃过树皮, 喝过雨水, 享用过宫里贵人剩下的宴席, 也讨过剩饭。 这一生, 快乐的时间总是太短, 仿佛困苦才是常态。 我见惯了世间的命苦之人, 已经不知道该恨世道不公, 还是自己命苦。 但是, 如今我的选择终结大部分人的痛苦。 铲除暴君, 不仅仅是林仙他们的事, 也是每一个身受其害的普通人的事。 烈火焚身的那刻, 我竟然没有感受到丝毫的痛苦。 使道士的药发挥了药效。 少爷现在虽然和从前大不一样, 但心底还是保留了一丝善良的底色。 那要浮下去, 即使烈火焚身, 我也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 我在一片祥和当中睡去。 恍惚间, 我看到了爹爹和阿娘微笑的面容, 一切如旧。 世上再也不会有像我们一家这样命苦的人了。 蓝厅番外, 我七岁那年, 是王朝最鼎盛的时期, 四海皆平, 万朝来赫, 君王意气风发, 下令让天下文人默克歌颂他的功绩。 一时间, 天下文人各显神通, 写诗作父, 一派盛世气象。 也是那年冬天, 皇帝下令修建铜花台, 并将天下文人的师父雕刻齐上。 我不知道什么是铜花台, 只是单单听到这个名字, 就觉得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不知道阿爹和阿娘的面容, 为什么越来越凝重。 周围的阿叔阿神也是, 小孩子们挨骂挨打的次数越来越多。 可是, 明明我们没有犯什么错。 一日, 阿弟因为调皮踩坏了一棵豆苗, 便被阿娘用柳树条子抽打, 他身上顿时起了红色的血痕。 阿弟大哭, 我心疼地摘了两棵野草, 嚼碎了给他敷上。 阿娘眼泪兮兮, 他不是不心疼阿弟, 只是他更心疼庄稼。 他颤抖着将家里最后的银钱交给了军头。 我也沉默了, 因为我看出来。 阿娘交给那军头的银钱越来越多, 送阿弟去学堂的钱, 买猪膏子的钱, 买秧苗的钱, 全都给了那个军头。 去不了学堂, 阿弟也为此抗议过。 代价便是阿爹差点被官差抓走, 不交税银便用作劳工相抵。 村里被抓走的劳工从来没有活着回来的。 阿娘怕了, 最后甚至把吃的粮食和家里那两件茅草屋也卖掉了。 从此, 我们一家人便塑在地头上。 阿娘说, 地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东西, 农民没有了地, 才是真的要等死了。 后来, 阿娘的话真的验证了, 地卖了没多久, 官差又催命似的要钱。 阿娘看向我, 我是这个家里最后能卖钱的东西, 就像村里很多的姐妹一样, 卖给大户人家为奴为婢, 或者做小妾来换一口吃食。 阿爹和阿娘心里狠了又狠, 最终还是没忍心。 于是, 在一天的早上, 阿爹被官差抓走了, 再也没有回来。 临走时, 他冲着阿娘大喊, 把地赎回来, 把地赎回来。 阿爹还是太天真了。 他信了官差的鬼话, 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交税。 其实, 他走了之后, 别说把地赎回来, 连吃饭都是问题。 阿娘把能吃的树皮 都留给了我和弟弟。 他总说自己不饿, 或者借口说自己在外面吃饱了, 看着阿娘圆滚滚的肚子, 我信了。 后来, 我才知道, 原来人快饿死的时候, 肚子都是很大的。 我背着弟弟一路乞讨, 可一路都是沿街讨饭的难民, 谁也没有多余的粮食施舍。 看着奄奄一息的弟弟, 我惊恐地发现, 他的肚子也有要鼓起来的迹象。 我一咬牙, 心一横跪在了林家的马车前, 求贵人施舍。 家丁以为我要对他们家小姐图谋不轨, 死死地堵在马车前, 不让我靠近。 我一边哭一边磕头, 马车终于推开了一扇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贵妃。 她穿着雪白的胡皮兜帽, 坐在宽敞温暖的马车里。 她叹了口气, 止住了要打人的家丁, 天可怜见儿, 你可愿跟我回府。 贵妃将我和弟弟捡了回去, 我在林府度过了一段最平静富足的日子。 贵妃给我取了名字, 叫蓝厅。 我有了嬴声, 以后再也不会挨饿受冻, 甚至每天吃的东西比以前过年吃得还好。 虽然有时也会想起做劳工的阿爹和饿死的阿娘。 林府的一切都很好, 还有那个唇红齿白, 喜欢念书, 不喜欢习武的少爷。 本来以为日子会这样过下去。 只是, 贵妃进了宫, 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神宫一点点消磨了她的善良。 贵妃死后, 我回忆往事, 贵妃在一点点失去圣心的时候, 都是有征兆的。 或许, 皇帝曾经爱过她。 但是, 当林家的势力一点点扩大, 隐隐有超过她这个九五之尊时, 她动了杀心。 先是悄无声息地命人将贵妃的四皇子 推进荷花池中, 造成溺水的假象。 四皇子死了之后, 贵妃伤心欲绝, 可皇帝却松了一口气。 两年之后, 贵妃再次有孕, 她爱惜得跟什么似的, 生怕别的嫔妃打她的孩子的主意, 饮食用物格外当心。 只是, 她没有想到, 这次想要害她孩子的, 是她的枕边人。 皇帝找到了贵妃的好姐妹梅嫔, 两人是至交好友, 贵妃谁的话都不信, 谁送的东西都不吃, 只有梅嫔的可以。 于是, 皇帝想借梅嫔的手送一碗堕胎药给贵妃喝。 梅嫔害怕极了, 平时一向胆小的她, 这次竟然死活不同意。 皇帝恼羞成怒, 要杀了她灭口。 梅嫔被灌了令人风魔的药, 她拼了命地从皇后宫中跑了出来, 想给贵妃报信。 可她的行为已经不受自己控制, 竟然撞到了想去皇后宫中请安的贵妃。 贵妃的第二个孩子也没有保住。 太医说, 贵妃娘娘伤到了根本, 再也不能有孩子了。 从那之后, 贵妃的脾气变得愈发急躁, 为人处事也更加狠辣。 她急需一个拴紧皇帝的纽带。 万般无奈之下, 她将我送了上去。 皇帝因为赞了我一句 夫如宁之, 手如柔体, 我才被封为蓝贵人。 其实, 我知道, 皇帝根本没有多么喜欢我。 她做这一切, 不过是为了给贵妃脸色瞧, 或者说是为了驯化贵妃。 贵妃从前容颜俏丽, 娇臣轻狂, 眼睛里容不得一点沙子, 恨不得皇帝只爱她一个。 陷下, 行事所迫, 也不得不像别人一样 给她送女人来讨好她。 她享受这种驯化的过程。 直到贵妃收到一封家书, 得知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被害的真相, 绝望之下, 她撞墙自尽。 临府满门, 无疑幸存, 全部都被推上了断头台。 那一刻, 我想到的不是我自己的生死。 而是一种巨大的, 无法言说的恐惧感。 细细想来, 这是皇帝对我的家人 第二次赶尽杀绝。 一次是我七岁那年, 阿爹被官差抓走, 生死未扑, 阿娘活活饿死, 我和阿弟沿街乞讨, 差点冻死街头。 一次是现在。 我早就把临府当成了自己的家, 可请客间, 临家上吓死的死, 亡的亡, 这就是皇权。 那次, 皇帝动了侧隐之心, 饶了我的性命。 我也在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只是我太笨了。 我这一生杀过皇帝三次, 可我实在是个胆子很小的人。 前两次, 我想借助蓝山花的药性 和香菲的一箱毒死皇帝, 虽然失败了, 还是将我吓得不轻。 夜晚, 我总是做噩梦。 梦到皇帝临死前, 愿毒地盯着我, 苟言残喘, 却还挣扎着问我 为什么杀他。 我每次都从噩梦中惊醒, 可到最后, 我竟然不怕了。 苟皇帝两次三番害得我家破人亡, 现在却一脸无辜地质问我。 暴君残暴不仁, 当然人人可以诛之。 皇帝坐在高台之上, 以为丫鬟命如蝼蚁般低贱, 可他却不知道, 越是低贱的人, 生命越是如同野草一样顽强。 他的性命, 也终将终结在这些他看不起的人身上。 卑微如我, 也能为新朝的建立出了一份力, 也不枉我白来世间一遭。 林歇番外, 我叫林歇, 我出身名门世家, 我的父亲是皇帝清风的武安君, 母亲是一品告命夫人, 姐姐是宠冠六宫的贵妃。 这样的身份配置, 意味着, 我从出生那日起就不会有任何烦恼。 家中既不需要我上战场立功, 也不需要我考取功名光耀眉门。 我来世间一趟就是为了游戏人间, 所以我不像其他书败家的兄弟那样勤奋, 不爱练武, 也不爱吃苦。 在我看来, 如果非让我从文和武当中选一样, 那么在学堂里读书比在教场练武要舒服太多了。 为此, 父亲没少打骂我, 他说我没出息, 我不服, 家里还差我一个出息的不成。 有家里有父亲, 宫里有姐姐, 邻家不会败落的。 父亲长叹一口气, 他说, 我们家在外人看起来那是鲜花着锦, 烈火烹油。 可内里的艰险只有自己知道, 一步踏错,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我不信, 凭父亲的功绩, 难道还不能在关键时刻保命不成? 后来, 我才知道, 功绩越高, 对身处高位的人来说, 威胁越大。 父亲逼我练武, 逼得最狠的时候, 是姐姐失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他说, 陛下这是要对我们邻家下手了。 我若再不能自立, 邻家就危险了, 那时我还不懂, 直到某一天, 一道圣旨打破了我宁静的生活。 圣旨上说, 父亲意图谋逆。 陛下感念其功绩, 不忍除以急刑, 只赐死。 那兵荒马乱的一天, 父亲将我打婚, 装入宫筒, 运出邻家, 又杀了一名死士, 伪装成我。 最后, 他放了一把火烧了邻家, 自己也自尽于府中, 造成畏罪自杀的假象。 我逃过一劫, 却成了孤家寡人。 邻府所有的人, 有人在那场大火中丧生, 有人被斩首示众, 就连在宫里的姐姐, 也撞墙而死。 那一刻, 我才知道父亲所说的踏错一步,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是什么意思? 从那天起, 我开始拼命习武, 只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 为我的家人报仇血恨。 这几十年, 我在邻家死士的保护下, 飞速成长, 并在暗中招兵买马, 伺机而动。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天子失德, 外邦虎视眈眈, 一再侵犯边境, 可那老皇帝竟然没有放在心上, 他还活在盛世的梦里, 整日里宴饮享乐。 直到大军压境, 一切都晚了。 他为了活命, 竟然弃京城几十万百姓的生命不顾, 自己带着妃嫔, 仓皇向南逃窜。 父亲在世时说过, 大丈夫生于乱世, 当带三尺剑, 立不适之功。 我带着自己组织的队伍和老皇帝的军队一起抵御外敌。 我第一次杀人的时候, 那胡人离我只有一步的距离, 长枪一出, 穿透了他的胸膛, 带着腥味的温热鲜血喷溅到我的脸上。 他的身体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我犯起一股恶心。 年少时那个穿着锦衣滑服, 以窗读书的自己也死掉了。 此后, 手起刀落, 我杀敌无数, 再也没有第一次被血浆蹦践一身的恶心感。 军中不少老将老泪纵横, 说我有我父亲当年的疯姿。 我也将自己的形象向父亲靠拢, 立志成为第二个父亲。 和胡人的战争打了很多年, 就在我以为自己今生报仇无望之时, 几场胜利又给了我希望。 这几年, 胡人也是耗尽了国力, 他们即将被打出中原, 老皇帝的官军却一反常态, 转身屠杀我们, 狡兔死, 走狗烹, 这很符合老皇帝一向的做事风格。 我也向老皇帝正式开战, 在他回京城的途中, 是我刺杀老皇帝最好的时机。 可我接连派去了很多高手, 竟然都失了手。 那老皇帝怕死得很, 身边隐藏着众多护卫, 我一时竟然不能拿他怎么样。 我们军中汇集了众多的能人意识, 他们打听道, 老皇帝这么多年, 对我姐姐念念不忘, 常常在梦中呼喊他的小字, 还时常幻想, 自己能和姐姐的魂魄再见一面。 他竟敢如此玷污我的姐姐。 自从我知道自己的两个小外甥 是死在他手里之后, 我便不再信是人所说的宠冠六宫。 可其他人却觉得, 这是一个刺杀皇帝的良机。 他们四处散播谣言, 也就是所谓的招魂之术。 只要老皇帝信了, 我们的人便有办法将火药藏在祭台下面, 只要他点燃火把, 就能将老皇帝炸死在祭台之上。 苍天保佑? 老皇帝真的信了, 只不过他身边竟然连一件 姐姐的旧物都都没有, 还恬不知耻地说思念姐姐。 在这件事情上, 老皇帝极其偏执, 竟然在全国上下张贴黄榜, 只为了寻找姐姐的旧物。 这一找,就找了两年。 即便我的的道长和道童 都做好了以身赴死的打算, 可这个旧物却迟迟没有找到。 我想起了那个 在京郊城外河边洗衣服的农夫。 之前,我被官兵追杀之时, 他曾冒险救过我一命。 后来,我才知那是林府的旧人。 他曾是姐姐的陪嫁丫鬟, 陪着姐姐在深宫中度过了十几年, 是姐姐最亲厚的下人。 若说世界上和姐姐有羁绊的人, 除了我,可能就剩下他一个了吧。 我在心里给自己设下了界限, 如果两年之内,我没能杀死皇帝, 那便只能以他的命为诱饵, 引皇帝去点燃祭台上的火药。 两年之后,我凭着记忆 再次回到那个村子。 我努力了很久, 才向他说出了来意。 这个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奴婢, 有着一颗比常人都玲珑剔透的心。 他说,即使我不来, 只要皇帝下定了决心, 找到他只是迟早的事, 他难逃一死。 我愧疚地低下头。 这些年,我在战场上杀过无数敌人, 也经历过身边的战友 一个个离自己而去, 我本以为自己的心已经无比坚硬。 可是,了解完这个女人苦难的一生, 我还是心生动容。 战争本是军人的事, 却将他无端扯了进来。 那一刻,我已经决心再想其他办法。 他却同意了。 我的心里仿佛落下一块石头, 老皇帝一死, 一切都要结束了。 只是我心底却不知是什么滋味。 我所能做的, 便是交代那道士, 让他在上祭台时服下一计, 让人进入幻境的迷药, 减轻他的痛苦。 那道士新潮澎败, 激动不已, 正在与几个朋友交代后事。 大丈夫就当以身许国, 以我之命。 换那狗皇帝的命, 怎么算都是值得的? 他从身上掏出来一小包银子, 那是他这些年扣扣嗦嗦攒下来的, 交给我娘。 告诉他, 儿子来世再给他老人家尽小。 说吧, 他朝着故乡的方向扣了三个头, 算作败别。 一将功成万古枯, 残忍, 但是别无他法。 我只求这一切快点结束。 祭祀大典如期举行, 我们特意选了丰大的那一天, 让伙势蔓延得更大。 那一晚, 我站在高处看着这一切, 长达三十多年的复仇结束了, 老皇帝死了。 我也从一个只会读书偷闲的少年, 变成了满目苍仪的孤家寡人。 祭台之上, 老皇帝被烈火活活烧死。 我们的人趁机将伙势引向铜花台, 那是历代皇帝最在意的地方。 也是一切悲剧的起源。 有人传言, 这是上天市井, 重建铜花台就是逆天而行, 所以老皇帝被天火烧死。 如此, 改朝换代就顺理成章了。 新朝建立之后, 我将兰厅、 道士、 道童等人都列作功臣, 为他们刻碑写传。 有不少大臣反对, 他们怕这样会打破新朝现在稳定的局面。 可我执意如此, 在新朝的史书上, 每一个有功之人都有权利留下姓名, 不论他是奴隐, 是女子, 还是普通人。 在新朝的事宣言。 是女子。 绕下的扶子, 感谢观看